Hello 各位Omiya粉丝 各位阿丽老师的粉丝 大家午安 欢迎在礼拜二的中午 又迎来了我们很难得的一次 户外石井直播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板桥的林家花园 既然我们是户外石井 大家就知道我们今天要示范的是什么 没错 就是石井的写生 但是我们今天的写生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草笔写生 什么是草笔呢 等一下我们隔壁的阿丽老师会来跟大家介绍 阿丽老师欢迎来到我们的Omiya直播 我们的观众可能还没有那么认识您 我们先跟观众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大家好 我叫阿丽于斯林 各位就称我阿丽就好了 我本身是常在街头到处写生 我今天是要以后面这个角度 实际现场画给各位看 所以阿丽老师待会下半场 就会为我们示范一下石井的写生 到底它是怎么进行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石井写生 我们要使用的是草笔 草笔是什么的阿丽老师 草笔我现在手上有拿几支 老师给我们观众看一下草笔 对 草笔的话它本身是草本的植物 草本植物 对 因为我是从木本植物慢慢研究变成草本 对 因为我现在最常用的是草本 我觉得草本是比较好用 那像中间比较粗的这一支是 早上才从我阳台带切过 所以老师您的画笔都是从 自己家的阳台拆的 对 都是我自己家阳台的 OK 老师那为什么使用草本呢 它跟木本有什么不一样 草本呢 植物它的质地比较柔软 那像椅中间这一支的话 它质地比较软 对 它这一块有点像海绵 对 那要不然就是像旁边 就是最旁边这一支 它是有点中空 所以它的含末量比较大 所以你在画的时候 它的效果变化很多 哦 比较容易掌握这样子 所以我实际操作 所以你看它的草比变化本来很大 哦 老师那它有粗细之分 所以我们准备的话 也最好有粗细之分吗 对 粗细 那像这一支的话它是 这一支是唯一不是我家阳台 是当时我在去山上的时候 然后去山上路边捡的 对对对 了解 对对 那只是还要呼吁各位 所以不要走到哪到处乱栽啊 哦 对对对 还是要爱护我们 对对 都是挑它已经枯掉那种 是 了解 对 那只有这一支龟贝族 是在它新鲜尤其的 所以你看它看起来 跟其他植物比较不一样 它就很fresh啊 还湿湿的 各位 对对 龟贝族它那个 因为我早上有吸过 它本身的汁是有毒 所以我要把那个汁都吸掉 了解了解 它只有盘了一点点是不会的 是是是 虽然我们草比是要把它削成 像这样子的斜面状 对 削成斜孔 因为刚开始其实最早也有很多人 那最早我不知道的时候 我也是削铅笔状 嗯 对 那只是削铅笔状的话 我觉得它只有一种粗细变化 它画起来就是一个粗细 那削斜孔 你把它变成直的话 你把它立起来的话 它就是变细 那你笔度把它压下来 它这边就全部都 含末量下去 就是它的粗细变化会很大 所以切成斜孔 它还有就是比较细 比较细面跟比较粗面的一些 笔触的变化 是 好 所以大家有听懂吗 草笔其实就是使用草本植物的枝干 我们把它削成斜孔 然后这样子来作画的一种方式 是不是很特别呢 待会下半场 我们阿丽老师就要来为大家示范了 那阿丽老师 我们有一堂线上课程对吗 我们线上课程在欧米亚 现在已经上架了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线上课程会帮我们介绍一些什么内容吗 因为线上课程因为总共有分十堂课 那第一堂的话 那就是针对这些草笔 那还有我其他的写生的用具 那各位就是有上个 让大家可以准备一下 对对 那其他的课程就是针对各个场景 那以 因为这一堂是以 就是这十堂的都是以草笔为主 是 对那就是以教各位 这个草笔可以在每个场景做不同的变化 然后跟他在每个场景他适合做什么样的效果 然后跟在这个场景他呈现出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是 所以第一堂我们来教大家准备这些用具 那接下来的所有课程呢 我们就直接带大家去现场实景 对 画是吗 对对 直接带大家现场实景去写生 总共有十符的内容 是十符内容吗 十符 十符的内容教大家什么样子不同的草笔呢 可以画出什么样子不同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对这堂课程有兴趣 如果你对草笔写生这种特殊的绘画方式有兴趣 欢迎订阅阿力老师的线上课程 我们现在线上课程一直到1月7号为止 都是七九折的优惠 七九折的优惠 我们来订阅阿力老师的线上课程 所以请大家不要错过咯 那么呢我们阿力老师现在来到现场了 我们是一定要跟大家 跟阿力老师拗一点礼品的啦 来我们工作人上道具 好来 首先第一支呢是我们的马可威专业画笔三支组 我们要送给呢 今天12点55分前 分享我们直播影片的观众朋友 我们总共要抽出5位 12点55分之前 分享我们直播影片的观众朋友 我们抽出5位 送马可威专业画笔三支水彩画笔足 那么呢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这个 全眠水彩本 要送给我们订阅课程的线上观众朋友 那大家听清楚咯 今天直播结束后 一点之后 订阅我们的线上课程 不仅可以拿到阿力老师的 我们的七九折的优惠 我们还前十年 我们还送你一本这个 全眠的水彩本 今天一点之后订阅课程 我们送你这个 这个是我近期非常推荐的一种 哦 是 因为它是尊爵纸 那这个是我近期 比较长 其实也算蛮常用的一种纸 我觉得它的水彩跟草笔 还有其他的钢笔 很match就对了 我觉得它很方便 就它各个素材都还蛮 非常适合草笔写生就对了 今天一点之后订阅我们 阿力老师的线上课程 我们前十年就送你这样子一本的水彩画本 是好嘞 那我们今天谢谢九成九文具购物网呢 提供我们二十块钱的折价金 如果你是欧米亚会员 现在加入也不迟了 如果你是欧米亚会员 欢迎直接到我们的网站上 我们等一下我们的小编呢 会贴出我们的文章连结 你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网站上去领取 二十元的九成九购物网的折价金 那这也是今天九成九购物网 提供给我们的优惠 那这个情报也提供给大家 老师我们上半场其实聊蛮久 大家想要看下半场的示范了 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下半场我们会画什么东西好吗 好我们下半场要画就是后面这个场景 那这个场景的话 可能现场有报过 可能现在在线的人 可能已经有蛮多人看过我画的场景 尤其有画来经过很多次 哦真的 对那其实我从来没有很完整的记录过这个场景 就是现场这样画给各位 是 对对 如果你有来过邻家花园 如果你有订我们的线上课程 其实你应该对这个场景很熟悉 这里就是 邻家花园的一个标志建筑啦 对对对 就是来清格的部分 但是我们的阿丽老师 画来清格虽然已经画过很多次 但是 还有很多角度 对 还有很多角度 是呢 有很多完整的记录 其实今天在我们的直播呢 是要一次呈现给大家的 对对 之前有现场画过一次 就是有现场示范过 对那只是因为隔蛮久了 哦 对对对 是今天阿丽老师 可以换一点点角度 是我们来调整角度 来呈现给大家一种不一样的来清格 不只后面这个格楼 我们阿丽老师好像 两亭的部分也会带到 旁边一点点 两亭 就是他 因为我的纸本身是比较长版 所以会稍微带宽一点点 就不会只有单一的建物 了解 好 所以今天来清格的下半场的实景会 我们就交给阿丽老师来帮我们完成哦 OK 好 放阿丽老师啦 是 好 好 好 我们可以看到阿丽老师的这个格子 我们老师 阿丽老师其实就是一个长形的画板 那一张长形的画纸 对 然后把这个墨啊 画笔的部分啊 全部都黏在那个夹子的这个魔鬼毡上 其实非常的方便 因为东西底下这边都有黏魔鬼在 是 所以它本身在外面它不用怕风水 因为你其实有些地方不适合都放在地上 对 对 所以这样黏着其实是满方便 哦 很方便很方便 是 好 那我会先放几支草笔在这边 只是不一定会全用 就是先挑几支出 好的 对 老师我们草笔都有粗有细 对 草笔的话我其实满多是用 蕨类也满多的 哦 蕨类也可以去 对 因为它其实它的效果也满特别 是 对 那它像它这个粗细 本身肉眼看就差很多 嗯 对 所以那待会我在画的时候 那我会先用细的稍微定位一下 好 没问题 对 龟背足是在最后面做效果的时候才会用 我的写生方式比较特别的 另外一点是我不打铅笔稿 对 那有些人 有些人可能 刚接触的时候会想说不打铅笔稿 而且我是默线直接下去 这种方式其实是有一点挑战 但是它本身比较 可以训练你的素描能力 就是你的透视你比较可以一起顺便训练 对 你如果这次画错你 没办法修改 你下次你反而会注意到这个问题 好的 你的修正速度会比较快 但以这个角度的话 因为它其实莱青格离我的位置是有一点近 嗯 所以它有好有坏 那所谓的好坏就是说 它的好处是 你要对它的斜度透视点很容易 你直接把它比对上去拉 它的斜度直接直线拉下来的话 其实还蛮快 你就可以比较快掌握它的透视 是 对那坏 那也不是说坏啦 就是说它比较 需要注意的部分 就是 因为莱青格这个角度离我有点近 是 对那它的距离离我比较近的话就是 你可能要自己猜一下它的位置 不然你可能如果拉下来 直接照的话会变太大 哦 好的 它就变直接塞满满 那随一下我就是直接对它的斜度 把它拉下来 好 老师所以一开始我们也是重打 草稿开始 对 先定它的高宽 好 哦 那像它最上面这个角的部分 尽量让它避免置中 嗯 对 因为有人没注意到 你直接从这边画过来 它到中间的话 它会 画面构图会比较不好看 所以今天让它 那因为它这张的角度 莱青格本身是面向左侧 那所以就让它偏靠右一点点 好 如果你是现在才加入我们Omia的线上直播的观众朋友现在是我们的阿丽老师在现场示范草笔写声阿丽老师现在手上拿着的拿着的这个画笔呢其实大家以为它是画笔吗不是这是阿丽老师的画笔 就是从它阳台的植物上摘取草本植物的枝 而枝金来当作画笔来形成这样子的一个 对 就是植物的那个质感的部分 是